哈喽小伙伴们,我是Ringo姐姐 今天回到了康熙来了系列 第58集,蒋友博的现状和感情史 今天又是侦探型的一集 我会先介绍蒋友博的背景和事业 再讲他的绯闻对象 然后比对采访和书的细节 看一看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 大家要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弹幕 蒋友博是蒋介石的曾孙 父亲蒋孝勇和母亲方志仪的颜值都有目共睹 剩下的三兄弟当中 蒋友博被媒体称为蒋家最帅曾孙 而蒋家第四代这个标签也是蒋友博最想撕掉的 2003年,蒋友博婚后创立了成果设计 属于整合设计和做品牌的公司 成果经常被媒体称为最赚钱的设计公司 2008年,蒋友博在上海成立长城品牌策划咨询公司 2016年在宁波凤化成立长城文化创意公司 成果五次卷入抄袭风波 其中2011年抄袭陈月成美术著作 是唯一一次被法院判决确认抄袭的案件 2010年开始,蒋友博陆续写了好几本书 讲述家族故事,自己的生活感悟,还有商业洞见 例如悬崖下的小道,十九层地狱 你好,这是我们的名片等等 还提出了自创的流氓新理念 从很多采访里面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有极强自控力的人 而且带有叛逆的个性,尤其不惧变革 2014年,新加入的成果股东 看出公司里面的设计师互相排挤,效率低下 第二年,蒋友博决定大换血 一共90%的老员工离开 2014年,他还创立了服装品牌Bow 40岁之后,蒋友博的生活 离不开下厨、健身和画画 小时候,他去张大千的画室玩 看大师做画 之后,他跟随林顺雄老师学画 2018年、2019年连开两个画展 他擅长用毛笔进行简笔、白描和素描 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画法 除了颜值、家世和才华 蒋友博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关注 观影出过一本书叫做《上流感》 身为日盛金控总裁的女儿 观影除了写到名媛圈的内幕 他还在书中说到了门当户对的一段感情 自己在纽约读书的时候 跟一名男友交往了五年 两人一起看演出、看球赛 还在路边一起喝咖啡、吃热狗 为了给他庆生 男友专门跟五星级饭店的师傅学习 做了一桌子香菜给观影吃 2002年观影作为模特出道 被男友劈腿、两人分手 书中并没有提到男友讲的是谁 传闻说观影的男友就是蒋友博 而介入两人的是模特尼亚伦 但是没有实锤 事情的细节分析我会放到后面采访的部分 不过蒋友博应该是有跟尼亚伦交往过的 尼亚伦曾经和哥哥一起上过康熙 尼哥哥说尼亚伦很理智 在过往的分手当中绝对不会是受伤的一方 他说分手之后男友们都会哭 然后他就要负责去陪他们借酒消愁 小S问那尼亚伦分手是不是因为爱上了新的男生 尼哥哥爽快的承认 没错听起来很坑妹 但是节目播出的时候尼亚伦已经结婚了 所以可能尼哥哥觉得过去的事情说说也没什么 而且聊八卦也是尼哥哥的一大爱好 真的是造福康熙的观众 小S追问尼亚伦有没有什么知名的前男友 尼哥哥给出了线索 很帅女友都是模特 然后跟小S耳语说了答案 其实是以震耳欲聋的声音讲的 现场各位都听到了 之后知名男友的名字多次被cue 既然现场大家都听到了 直接被拿来大聊特聊 尼哥哥说妹妹甩了知名男友 分手的原因是缘分已尽 分手之后还在家里面开心的华汉兵 这个女的有点东西 刚有哥更加吐槽 小S连知名男友的电话都拿不到 这里的画面有消音 但是没有马赛克 所以可以清楚看出知名男友名字的口型 怎么会那么厉害啊 因为她看来是一个傻大姐 你看你书给人家多好费 你认识电话都拿不到 他把你给甩了 你认识电话都拿不到 他把你给甩了 上完这个节目大约半年之后 观影就出了上流感这本书 记者打给蒋偶博求证 观影写的男友是不是他 蒋偶博愣了两秒 之后说问题很无聊 让记者去问公关部的人 而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则说 这已经是老梗了 但也没有彻底否认 尼亚伦透过经纪人回应 不知道怎么回答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很快尼亚伦和当时的先生一起上节目 他的先生说观影是在消费别人 马上被他制止继续说下去 尼亚伦说不想再引发其他无谓的风波 和尼亚伦分开之后 蒋偶博遇到了林恒仪 对他一见钟情 但林恒仪对蒋偶博的印象 就是腐败的贵族 根本不理他 林恒仪的父亲是医院的院长 他读书的时候已经是模特 刚出道就拍了薰衣草 还有出演过张国荣的MV 之后去了新加坡 跟知名音乐人李思松李伟松受训 打算在乐坛大展圈角 蒋偶博同学说 一般他要追女生 最多两三个星期就能成功 但是蒋偶博苦追林恒仪六个月 才拿到他的号码 而且只见了两次面 蒋偶博还放下工作 追到新加坡 在林恒仪受训八个月里面 天天陪着他 一年多之后才打动他 开始交往 蒋偶博说 我对于适合的人 适合的事 以及深信的东西 很有耐心 但两个人的恋情 被蒋偶博的母亲方志宜反对 蒋偶博直接离家出走 去补习班打工 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生活 一个月能赚两万台币左右 也就是人民币四千多 虽然有家族信托基金 但是蒋偶博坚持不用 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很难忘 两个人约会 只能够在外面散散步 一个月只能够出去看一场电影 一年之后 母亲方志宜态度软化 蒋偶博跟家人的关系 才有所缓和 蒋偶博跟林恒仪的母亲 提亲的时候 贝林妈妈说 她薪水太低 她让对方给她一年时间达成目标 可以超过林恒仪父亲的收入 林恒仪怀孕之后 2003年2月两人结婚 因为结婚的时候 太太已经怀孕 不适合穿婚纱 所以婚礼规定 让大家全员穿黑色 婚后林恒仪主动选择 淡出娱乐圈照顾家里 两人陆续生了一对子女 接下来我来聊一下 蒋偶博的采访 从当中梳理出一些 关于恋情的细节 2005年1月 蒋偶博上康熙宣传成果公司 一开头小S说 蒋偶博已经结婚了 没机会了 康永哥说 那结了也有可能离呀 白手拒绝 顺手放出一枚狠话 不可以离 采访当中 他时刻跟小S保持距离 他说自己面对媒体 都比较诚实 但只要跟妻女有关 就会非常抗拒被拍 自己不是一个大男人 太太选择工作与否 完全尊重她的意愿 这一集康熙里面 蒋偶博给人留下了 霸道总裁独宠艺人的印象 2008年 蒋偶博上了鲁有约 跟上康熙时 严防的态度大不相同 聊了很多家族 和个人感情的事 1996年 在纽约刚进大学 19岁的蒋偶博 接到父亲电话 父亲查出来 时到挨三期 只剩下不到两年性命 蒋偶博决定退学 回家陪父亲 同年底父亲去世 大受打击的蒋偶博 不知道如何面对 选择了自己躲在纽约 两年没有跟家人联络 前面说的观影书中写到 自己2002年 结束了五年恋情 那就是1997年 开始的恋情 蒋偶博也是从1997年 开始与家人断联 躲在纽约生活 这个时间点是对得上的 观影在没有出书的时候 上康熙专访 聊到曾经被劈腿 对方是一个公子哥 劈腿的对象是观影的同学 这件事情是在纽约的时候 发生的 而妮亚伦并没有 在纽约读书的经历 所以就算观影所写的男友 是蒋偶博 妮亚伦也不是那个 介入他们感情的人 回到蒋偶博的这一集 鲁玉有约 这也是他惊人之语的出处 被鲁玉问到 他会不会被很多女孩子喜欢 蒋偶博说 自己都是孤独一人 只有过一个女朋友 就是老婆 之前的都是大便 之后也不会再有 说得鲁玉老师都放弃了 真的吗 我不信 会说蒋偶博太不老实了 这个狠话就太猛了 你可以说之前的女友 是浮云 是空气 是幻觉 甚至不存在 但是大便已经带有侮辱性质 很不尊重人 而说之后 再也不会有女友 就更加危险 毕竟人生在世 谁知道呢 这里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的男友说出 前女友都是大便这种话 你是会觉得感动 还是不妙 请大家评论弹幕 留下你的看法 除了这一句惊人之语 蒋偶博还说了很多 关于自己跟太太的点滴 里面的内容 我已经放到前面 两人交往的细节里面了 蒋偶博还说自己很务实 完全想不出浪漫的事情 所以要感谢太太的包容 而且未来希望重办婚礼补偿太太 这一集鲁玉有约 除了大辩论之外 也让人加深了 对蒋偶博爱气号的印象 2010年 蒋偶博上SS小燕有约 小燕结婚她 是不是因为不爽 而冲动结婚 她回答 结婚是因为太爽了 才结婚的 但她之后也承认 是因为有了小孩 所以才决定要结婚试试看 结果一个孩子大了一点之后 又马上有了另外一个小孩 她的事业刚起步 家里面有九只狗 三只猫 两缸鱼 过了六七年这样的生活 让她觉得很累 但还是需要负起责任来 她说自己不知道 什么是好老公的标准 小燕结说 只要外面没有女朋友 就是好老公 她笑着说 做到这个还是OK的 她还说自己一直在 跟太太改善沟通的方式 2016年 蒋偶博再上鲁玉有约 聊到日复一日的 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日常 蒋偶博说她完全不享受 这样的生活状态 五点半起床 七点出门上班 下午两点下班回家 三点到九点陪小孩 晚上十点继续工作 而且她坚持就算出差 也要当天来回 一定要回家 聊到子女 她说想到女儿以后会结婚 就开始吃醋 儿子跟她很像 所以她才反省自己 要收敛自己的性格 蒋偶博也迷上了健身 从以前的风度翩翩 变成了筋肉男 尤其是光头的时候被媒体称为Vin Diesel 在这个采访当中 蒋偶博完全没有提到太太 并且鲁玉也没有问 有可能是提前沟通好 要避开这个话题 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感情 可能已经出了问题 甚至可能已经离婚 2017年5月开始 记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15次拍到蒋偶博和助理 庄涵云一起去公司或者健身房 而同时期每一次拍到林衡仪 她都是跟小孩在一起 却没有任何和蒋偶博同框的画面 2018年 蒋偶博、庄涵云被拍到 两人前后脚到达酒店 半小时之后 蒋偶博离开 而庄涵云不见踪影 却已经退房 记者向庄涵云求证 对方说不了解老板的私人事情 还说他们只是同事关系 媒体也被网友骂 是捕风捉影 无中生有 2019年是 蒋偶博的爱妻形象翻车年 1月被拍到了 她和庄涵云的牵手照 虽然不知道她具体离婚的节点 但是6月份开始 林衡仪提告蒋偶博 要她返还自己垫付的抚养费 两个人对抚养费的范围意见有分歧 争执的金额为十几万台币 也就是不到三万人民币 12月31号 林衡仪上调解亭 这已经是第四次调解 蒋偶博没有去 由律师代理 结束之后 林衡仪一言不发离开 这一次两人达成共识 自此蒋偶博不离婚 不再交新女友的狠话 通通打脸 今年年初再次被拍到 蒋偶博和庄涵云在一起 两人互动亲密 大大方方的恋爱 蒋偶博 林衡仪和庄涵云 都没有正面回应过 离婚和感情的话题 也没有人知道 蒋偶博和林衡仪 是什么时候离的婚 她有可能是婚内出轨 也有可能是早已离婚 但是选择不公开 之后交了新女友 就算蒋偶博以前是爱妻狂魔 现在情已逝 其实也是合理的事情 但是放出这种不离婚的狠话 之后再来婚变 翻车之后狠话变笑话 所以还是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比较好 加上她说前女友都是大便 这种话在前 最后辛辛苦苦追到的太太 还是离婚收场 更加让人产生了不够尊重 不懂珍惜的联想 以前可以这么说前女友 现在又会怎么样说前妻呢 离婚之后还扯上了拖欠赡养费的官司 为了不到三万人民币上庭 林衡仪可能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好 那为什么蒋有博还要拖欠赡养费呢 从这件事情我看到的是当全职太太的风险 所以就算你决定好了要当全职太太 也希望你可以给自己规划一下怎么样抗风险 无论是资金储备 还是自己重回职场的准备 毕竟人生在世 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弹幕 我是Ring哥姐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